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見不到衣服放在椅子上嗎? 我上了一整天的工 回來還要處理你的蘇州市 你可不可以乖一點? 還不收拾衣服? 楊羊,衣服跌一跌就不能穿嗎? 你的皮膚這麼矜貴? 讓媽媽看看吧 楊羊,快收拾衣服 你聽到嗎? 不要不要,讓媽媽來收拾 免得弄髒你的手 不過呢 楊羊,做人不用這麼矜貴 衣服跌一跌落地都可以穿 奶奶,我叫了楊羊羹 你不用了 救我,我不喜歡你們這樣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開心吧 教導我孫港 這裏這麼不開心的小孩叫楊羊 方年九歲 在這間家裡 除了她的父母之外 就是第二個被人夾來夾去的家庭夾心號 我叫阿賢 一個上有高堂,下有砌房三十度問的中老 而一個大家都覺得不錯的老婆 不錯的兒子,還有一份不錯的工 這個是我老婆 跟我一樣都是一個打工仔 雖然她的工是上輪班制 有時通宵收工到家裡都會做下家務 她最重視的是兒子健康 還說讀書不成不要緊 最重要的就是有責任心和有條理 你說娶到一個這樣的老婆還不是碰完 不過就總是和媽媽會有些小吵叫 這個是我媽媽 她平時會幫我們摺一下衣服 不過她的習慣把這些摺好的衣服放在椅子上 可能因為從小到大 她都教我自己的東西自己收拾 那些摺好的衣服都是我和我老婆和兒子的 應該由我們放入衣櫃都沒錯 但老婆就覺得摺好的衣服放在椅子上 很容易掉落地,弄髒了 應該要馬上放入衣櫃 除了摺衣服這個問題 其實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照顧兒子的問題 餵飯咬一餐,兒子穿多少件衣服又咬一餐 不過最嚴重的都是看電視這件事 話說媽媽平時唯一的興趣就是播劇 整天一煲就煲到晚上不睡 你看著,不一定會查出哪個兇手 老婆說媽媽看電視太大聲 影響到兒子睡覺 搞到兒子第二天沒來精神上學 老婆,算了好嗎?不要這樣吧 媽媽經常都是這樣 她年紀這麼大就任由她 我都跟她說了,她不聽我也沒辦法 那怎麼辦?那是不是不用理會? 我不是說我跟她說了 她不聽我也沒辦法 有些人不可以勉強的 說過,說過,說過 你每次都在那裡敷衍我 把問題都推到我身上 我好辛苦的 怎麼了?頭家你是不是沒有份啊? 行,我們現在不是那麼冷靜 我們遲些再說吧 是啊,就你最冷靜 遲些再說 等你媽媽激瘋我和羊羊之後 再慢慢再說吧 梁老師? 喂?梁老師? 梁太太,你好啊 其實是這樣的 我看到羊羊最近在學校沒什麼精神 還有我們今天在課上 講到有關家庭的話題 我留意到羊羊很大反應 她之後整課都是趴在那裡 我很擔心啊 所以就打電話給你 想和你了解一下情況 嗯,我最近都發現羊羊在家裡 好像有一些… 原來是這樣 謝謝梁太太你願意坦白和我說 其實家庭糾紛對於小朋友的影響 真的會很大 嗯,我知道有些社福機構 譬如家庭會有一些提升家庭關係的活動 不如你和李珊去了解一下 看看能不能幫到羊羊吧 好啊,謝謝你啊,梁老師 羊羊在學校真的好像有點不妥 她什麼事啊? 她無門不樂,老師說她沒有精神 那我們怎麼辦 她介紹了家庭會參加一些活動 看看能不能幫到手 配合 baptized 謝謝大家 謝謝小朋友 給你一人 謝謝你 謝謝小朋友 謝謝真的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謝謝 謝謝就沒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其实小朋友的情绪反应是会直接受到家里的影响 我估计大家都不想小朋友因为家庭关系而受到伤害 看来我真的要用红绿灯方法 先控制一下情绪 冷静了再想想办法 否则一定会吓到小孩 姑娘也说得对 奶奶也是想帮忙一下我们 她的出发点也是好的 说实话 其实儿子也开始大了 也是时候要教他做家务了 其实太太和妈妈 在成为一家人之前 她们也是一个陌生人 她们因为喝了一杯媳妇茶 就成为了一家人 住在同一屋线下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对太太来说一点都不容易 要建立正面的三代家庭关系 将心比心这个元素是很重要的 你有没有试过欣赏 或者肯定太太为头家的付出 又有没有试过明白太太的辛苦 另一方面 你有没有体会做妈妈 即是你妈妈 她的独特需要 将心比心 明白 欣赏 又是 我真的没有特别理过太太的感受 她嫁入了这家之后 和我父母未深入了解 就一起住 真是不容易 现在又要上班 又要教儿子 还愿意做家务 真是辛苦她 其实她也算是很引让我妈妈 不过我妈对二开始差 又真是事实 那没理由不让她看电视 一个嫌躁 另一个又要看 有没有办法可以两全其美呢 和他人的变化 都不得了 还能不能变化 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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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来自不同家庭背景的人 生活习惯和做事方法自然不一样 当中因为这样而引起的冲突 其实是可以解决的 大家都是想为个小朋友好 为了小朋友能够健康成长 主动找出路 无东西是解决不了的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